每日在城市穿梭的驻驻车司机 他们都会遇到很多人 一场艳遇的出现似乎也不足为奇 日后啊,哇喜,小年 今天这期故事我希望你能安心地听完 迷茫也好,烦躁也罢 让那些负面情绪都通通地去他妈的 邋遢的塞尔乔开着迪士穿梭在放满垃圾的街道中 在路边接到一位正在哭泣的美丽女士 安东尼亚 女士一上车就哭个不停 塞尔乔看着她再看看面前那风哥哥寄来的信 女士激动地冲她大喊,怎么还不开车 但是她也没有说要去哪 塞尔乔只好慢慢行驶 女士渐渐平复了心情 塞尔乔又调高了收音机 电台正在播报 我们人的生命就是个被称为轮回的大转盘 是死亡和重生构成的残酷圆环 女士听完问塞尔乔 你觉得真的有来生这种事吗 然后塞尔乔的失去就乱成一团 她的回答,去哪 这无意彻底激怒了女士 塞尔乔赶紧解释 其实最近她也很难过 所以工作上有些迷糊 听完解释后 本就无处可去的女士突然说 带我去你一起玩去的地方吧 于是塞尔乔把车开到一栋成就的房子前 这里是小时候她和哥哥一起玩的地方 哥哥总是用鬼故事来下塞尔乔 然后下个地点塞尔乔想去沙滩 渐渐的天已经黑了 她恍惚地想起了当初送别哥哥阿尔弗雷多的记忆 塞尔乔和哥哥 本来一个弹钢琴,一个拉小笛琴 两人快乐的日子都在音乐里 然而哥哥突然决定要去印度出家 迎走前还温度地劝塞尔乔不要抛弃 自己的才能 最多的塞尔乔接受不了 我不喜欢独自演奏 这太伤感了 因此她又放弃了音乐 也放弃了钢琴 像东西亚洛叔叔一样 开极了地势 线路回忆的塞尔乔被女士含信 但是女士发现自己的钱包没带 于是她就在家自己的婚戒 抢前塞个塞尔乔就离开了 女士回头说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吧 此时电台寻找饮食快乐又在播放 如果我们已经活过一千种不同的人生 如果我们在人世已经活得如此之久 那我们一定会彼此熟悉 塞尔乔看着面前的信封 一股座气拿起 但最后还是放了回去 不敢打开 当初唱片公司 已经注意到了塞尔乔和哥哥这个组合 然而哥哥却说 在决定要不要去印度 两人的征兆 寂寞在了塞尔乔的钢琴声中 好有难多听到 塞尔乔和那位漂亮女士的言语 羡慕不已 难道正处于难过的塞尔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言语 难多劝塞尔乔不要二次的小时都在迪士尼 该休息活了 你的这辈子都不离开出租车的想法 真是蠢透了 当初和哥哥离开后的第一次视频通话里 塞尔乔就变成了司机 而哥哥也变成了僧人 塞尔乔控诉 你要是不走 我们现在就在做音乐了 哥哥词大妈塞尔乔是固执的代名词 你自己不改变也不允许别人改变 哥哥把自己形容成水 清澈又可以容纳一切的水 塞尔乔我们是相通的 不管是通过水还是血 我们的快乐都种在同一个容器里 所以去做活让你快乐的事情吧 这样我也会快乐 但塞尔乔却回答道 那你最好给我难过一点 因为我总在想你 看到手里一家人们的照片 塞尔乔会为出神 就算妈妈打电话来在电话里哭 塞尔乔依旧拒绝回家 拒绝去见假人 可是今天是哥哥死于癌症举行葬礼的日子 塞尔乔却在教堂外远远地看了一眼 被伤恍惚的塞尔乔启动了车 才发现努吉亚洛叔叔也上了车 努吉亚洛吐槽刚刚教堂的浑海南无闻 塞尔乔说 看到你后我的负罪感减轻了 因为所有人都在买塞尔乔 他哥哥得了癌症的事情 努吉亚洛说 这是他哥哥的愿望 所以塞尔乔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后来哥哥不跟他视频呢 这让塞尔乔认为 我十年来说过的话 有过的想法都是错的 塞尔乔认为他冤枉了自己的哥哥 可努吉亚洛拿着照片说 你的记忆是没错的 小伙你们俩不是在叔叔怀里吗 但是塞尔乔是忍不住询问叔叔 他有伤心过 难过过吗 他今天的平静 好像完全不在乎哥哥的生死一样 可叔叔依旧是冷清的语调回答 你发高烧 病死的时候 我也在场 你哥哥出生后的时候 我也在 他第一次投学是在我家 你也是 我见证了他离婚的时候 还有很多 你们在我这死去 又重生了无数次 你们也都是我的侄子 你看到你现在有了皱纹 大概是像个孩子一样缠着我问 生命和快乐的秘密 我为什么不告诉答案 自然 是因为秘密 就是秘密 听完后的塞尔乔 认为自己已经快不认识自己了 他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记忆 除了记忆 他现在一无所有 但农吉亚洛则建议他 先把那些记忆 都装进马桶重走 然后再看看自己 是不是真的一无所有 塞尔乔很好奇 是谁教会叔叔 与回忆和平共处的 而叔叔很可爱的回答 可能是他的动脉引花着马 城市的垃圾堆积问题 持续紧张中 萨达桥车里的一位兰师 抱着两袋垃圾 要带回家 他想树立好榜样 这位兰师之前 继承了一块 用着垃圾厂的土地 那是个工厂 但是后来倒闭了 他不得不搬进垃圾厂生活 一天晚上 他看见有个回收废物的艺术家 在翻他的垃圾厂 兰师分了些剩饭给这个艺术家 然后参观了他的艺术品雕像 瞬间 被惊艳到了 而且 还看到了一个生机 那就是日常外户中 所蕴含的财富 你只需要重新排列他 给他们新的形态 即可 随后蓝师成了艺术家的代理商 两个人的旧物雕像 取得了瞩目成功 现在的蓝师 依旧在为其一旧新物的生命而努力 这是他的快乐 后来萨达桥车里又来了两位客人 皮诺塔老奶奶 能不足抽携着萨达桥的烟 即使他的看护 拉丽扎想阻止 内心的皮诺塔 年纪大了 反而一点也不在乎健康问题 他自言自语道 现在的问题都落到你们这一代了 我和我丈夫是白手起家的一代 我的丈夫为了我拼命工作 结果还没享受就撒手人怀 我过去常说 如果赚的钱不花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的追求者都是看上了我的钱 但这是丈夫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我才不给别人呢 接着皮诺塔看到车上的神像 得知了萨达桥 还有个哥哥 他依然的说 自己是个多生女 独自长大的滋味 就像对着一面墙玩排球 你是幸运的 萨达桥目光闪烁 但很快又悲伤迷茫起来 电台寻找饮食快乐正在播放 一个来自远方的灵魂 正在呼唤我们 也许来自前世 当我们忽然听到呼唤 无论那天过得有多惨 我们都将再次找到丢失的灵魂 意味着我们对事物的知觉正在回馈 但关键在于 我们理解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嘛 在萨达桥和女友分手后 他问自己 还剩下什么呢 再踩在车上抓款道 你们上车的那些人 在说那些对你们而言重要的时候 然后又匆匆地离开 我想说 你们他妈的到底是谁 如果我们不会再有交集 你又何必和我讲你的故事 最后又留在我这破车里 漫无目的地游荡 对我掏心又掏肺 最后却转身离开了人 都他妈滚吧 还有那些温世养花的 又对人心沦丧垮垮其他的人 你们的人心又在哪 还有你 阿尔弗雷多 我彼是那些选择去远方独自迎接死亡的人 胆小又懦弱的作为 一天 塞尔强的客人是电台寻找演示快乐的主持人 他记得塞尔强和阿尔弗雷多 曾经创作的音乐打动了一心 主持人说 塞尔强现在只是个无名小卒 许多有才的人 伦和乞丐 活作在家中 不应自严 还有记绝老教授摩西亚 等他延期的那天 拿来自信 这个世界是由衰老者同事的世界 他们对人类的未来 我不关心 都该清醒了 如果没有未来 人还会快乐吗 人一旦失去了希望就会随波逐流 认为一天天只会更糟 好像未来不属于他们 一路到深渊 我们中的个体 谁能改变河流的流向 塞尔强不解的询问 那人类的终点是什么 可惜 主持人是个悲观主义者 他里面所有人都得瘟疫 所有人坦诚相待 唱会了迎接死亡的到来 主持人下车时还强调 只要有才之人还在拿 用人漫富的薪水 世界末日一定会来 期待再次听见你的音乐 塞尔强的车上 走过很多人 还有阿尔弗雷多 他们的故事和话语 在塞尔强的脑海里穿梭 突然城市震荡 塞尔强家族前进 他听到阿尔弗雷多 喊左拐 塞尔强左拐一路冲下 车撞到树后 爆炸的那一刻 仿佛哥哥就坐在车里 塞尔强走进森林 看到树下的一座钢琴 这时仿佛听到小提琴的声音 塞尔强快乐地弹奏了起来 然而 这只是个梦 之后塞尔强还是回了家 见了久违的父母 塞尔强再次在车里抓狂 他大喊 你们都懂了道理和现实 但是你们说的每个字 都无力改变现实 但是我喜欢童话 乐爱一切的不可能 他突然想知道 那个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士 阿多尼亚在哪 还有阿尔弗雷多 你在哪 平静后的塞尔强 终于打开了那封信 上面内容是 你以你的方式来恨我 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谎言并非如此 我生病其实才是一个谎言 我说动了父母 但是说不动你这个小麻烦 你砸了水灵的眼睛 提出的要求 我都有法拒绝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的身体 一直很健康 我很满足地生活着 思绪和梦想 有同种材料编织 快乐和悲伤的思绪等价 悲伤是延下的 和快乐无需付出代价 所以 你想选择哪一方 我求所当下 写下的此时此刻 到你开心那刻眼下 是无穷无尽的当下 别再彷徨了 弟弟 我爱你 这一刻 拿破里不再下雨 而塞尔乔也等到了安东尼亚 那时电台正播放着 十年前兄弟俩的音乐 片名 寻找饮食快乐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困扰 可能是失恋 也可能是工作上的问题 意味着惊人的突然离世 等等 在巨大的创伤面前 陷入悲伤抑郁的处境 无法自拔 这是很常见的 但是 跌进太阳身影的我们 最后想要得到救赎 就必须和自我和解 故事的主角塞尔乔 听着电台那深奥的语录 以及上车 几乎都是在倾诉负能量的乘客 即便一些相对励志的乘客 讲述了自己的成功 可在面对自我困惑的塞尔乔看来 也会成为赌气的源头 为什么别人能够快乐 而自己则是被悲伤所笼罩 在做那个梦的时候 他因为全天无休 最有疲惫地压在方向盘上 所发出了喇叭音吸引了路边的人 所有人都在后期 塞尔乔是不是死的 其实不快乐虽然是真的 但是世界的美好和爱 也的确是真的存在 一个人的一生中 抓紧你不知道多少次的无奈 彷徨 哄想 打击 失败 最后才找到快乐和生活的意义 而至于这部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写的寓意 但是 我实在写不出来了 只因为 我还不够纯粹 真的强烈推荐各位去欣赏一次原片 我是少年 一位带你看片 人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你们每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允许下 尽可能地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